各位下午好,今天6月23日 今天是中午了,现在可以分享给大家 关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火顿 6月21日,介绍全国共共广播电台 反问时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正常讨论特朗普连任的险境 普尔敦接收节日,找问报道 Morning Edison在访时表示 在两国元首的电话教堂中 习近平曾含唐特朗普不能正许出任第三个总统任期 特朗普回应真是的,普尔敦指 我只是觉得这样装置领袖来回交流 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特朗普本人 又不能反映美国总统的职位 普尔敦与Georgia 战争事发出白宫回应路 讲述在白宫工作的胜压 他表示 不会放大选投票给特朗普 也不会投给民主党代表拜登 他认为特朗普仍然有机会胜权 而不能承认是与否 共和党需要共同决定政党的未来 普尔敦透露 特朗普根本不想听到有关中国局势的任何不良消息 或者批评习近平的言论 假如是进行冠状病毒对言问题 不过疫情爆发时 普尔敦已经离开白宫 普尔敦表示 特朗普不希望听到任何有关中国经济的负面消息 或交络贸易谈判的声音 特朗普还听不进去任何可能给美国经济 带来麻烦的事情 这是因为特朗普将美国经济的好坏 视为能否良任的门票 说起这个普尔敦的新书 今天他刚出版了新书 6月20日普尔敦在接收美日电信报 在房时表示 自己在11月的大选中 不会投票给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日电信报将这个表态解续为在11月的大选中 普尔敦将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这样的误解讯息被美国国内民大媒体转载报道 其中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会三报等为了增进自己的立场 作为普尔敦发言人的 Dinsley在当然立即对此进行了证金 普尔敦总统说过他计划投票给白灯 除了发言 普尔敦即将在6月23日发行的新书 事发之物白贡回一路 在美国也引起了大悍然大破 这本书中 吻料不断描写出了特朗普和冯培尔决策内幕的仔细编端 更隔壁的特朗普与别国的领导人会面词的迎人表态 仅如被媒体转载量最高的特朗普 恳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帮助他两任世间 为此特朗普十分怦怒 痛骂普尔顿注卖国家机密 白国还以切入机密信息 危害国家安全 唯有要求法庭阻止指数驻版 但联邦政府法院6月20日 作助裁决 允许普尔顿的新书发行 这是意味着特朗普不仅输了法事 还将会承受着来自普尔顿的更多的革命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 普尔顿的新书与特朗普团队而言无疑 是一个定习家旦 从言论上看 不少的影响力的媒体已经开始借题发挥 以普尔顿书中的内容 对特朗普进行了言论攻击 例如纽约时报 6月18日以普尔顿破路新内幕 特朗普尘求习近平助习良任 为提选文凭 其特朗普说的太多 具假信息 还有英国广播公司新闻 6月19日发布 普尔顿新书破路特朗普十大坠窗等等 舆论的批判是必然 会带这个公众的情绪 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从美国先有这个民调来看 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是很乐观 美国消费者新闻 影商业频道 6月17日发布的民调显示 拜登在压力上 华尔顿密尔根 北卡罗莱纳 宾系法尼和斯规斯 会看清6个摇摆州 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领先幅度从1个百分点 到7个百分点不等 这也不是首次出现 拜登在所有六个摇摆州中 都领先特朗普的行情 如指背景之下 伯敦向特朗普 炮租了一个性宇轮炸弹 是否会带齐犬行 雪上加霜呢 虽然舆论的效果 有时对公众会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但波尔顿这本书 对特朗普大选 选情影响十分有限 要知道 波尔顿是个极被争议生的人物 比全正销利 在特朗普大选拥有限的政策 一直是华盛顿基金外交政策的 上导者之一 在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 波尔顿在许多外交事务上 也展现出强硬而基金的姿态 例如向美国从许多他认为有缺陷的国际协议中 闪租包括伊兰河协议 重城导厂条约等 此外 波尊还曾竟力反对美国与塔利班 及阿富汗政府地极和平协议 纽约时报 2017年5月曾报导说 特朗普正在私下说 幸亏自己结束了波尔顿 不然美国可能陷入更多的战争 由于波尔顿过于突出的主战意识 因为被外界警卫 战争忘人 即使在共重心中 共性力也相当破弱 让他在国内并不接受待见 在特朗普指退波尔顿之时 美国自家个人却谈报 在社轮的江波尔顿 认为傲慢如满的国家安全顾问 且尽操了托地鞋刀 总算是把他给打发走了 特朗普曾在句子上还写道 我强烈不同意他的一切建议 其他幕僚也有同感 因此我请他指质 共和党上议员 特朗普也曾表示 波尔顿这种人 自以为是总司令 其实他不是 议员和参议员共和党 三号人物巴勒鼠也说 每次跟波尔顿一起开会 他认为自己是会议室里 最聪明的人 他认为他应该同时 担任总统 众议员议长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共和党党内对 波尔顿本人的消极看法 一定程度上削弱 他爆料的公信哈利 再加上有特朗普对手的民主党 也对他的心疏批判不断 众议员议长 裴洛西6月18日也批评波顿 此前痛鸟门调查民意愿 寻求他邓辞时 他以白公归怨权而拒绝了出庭 如今看来 他是不想把近载季节留在书中爆料 民主党参议员黑飞莫飞也说 波尔顿显然对见钱跟感兴趣 而不是急救美国 在不受自质的情况下 波尔顿信书对语情的影响 大然会有更大的折扣 更重要的是 就目前现实情况 看看共和党的总统后人 亦仅特朗普一个人 即便波尔顿再怎么出版信书 批判特朗普 宣传自己不会给特朗普投票 但在共和党没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 的情况之下 许多共和党也并不会因为一个战争惯人的爆料 而选择者气坦坏的利益 让共和党在这次大选中遭遇失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波尔顿这本书对选情 尤其是在共和党人众的影响是有限的 也有人这个有新闻 听说波尔顿的老婆 因为在一个保险公司 在中国是排第一的 因为她怕到影响的中国的利益 这个所以她听到老婆 注卖了特朗普 大家怎么看待就可以解写下的评论 让我知道你们的镜像在哪边 特朗普 我觉得特朗普总统 他从这个 我还不解写下的兄弟 从这个地方 我们看待 我们看待